《文化學生》 《文化學生》 我有請教上人 說我們負責任是要怎麼做 我們上人就 做頭的人不夠 要人對我們會得到走 本來我是不敢讓上人知道 因為我知道上人很忙 但是我們醫院的常駐師也就是說 你有夠傻呢 我問我為什麼 媽媽年紀這麼大 要開這個腦部是大刀 你為什麼不讓上人知道 得到上人的祝福啊 上人一聽到說我媽媽要開到 他說幾歲 我說八十五歲 他說多歲要開刀這麼好 我不知道跟上人說 媽媽就告訴我 那也沒開刀 頭痛痛到頭上有香就要掙進去 阿根廷這幾歲 他還在這裡 還要怎樣 那他們十七號那天是出院 那我人已經回到阿根廷了 那我師兄就跟我小弟就說 帶媽媽跟上人感恩 結果到了那個茶宣有沒有 那可能就是有常駐師傅 就跟上人報告 他捨不得他老人家 又走到裡面 置客室去你知道嗎 結果上人就走出來 就跟我媽媽祝福 還叫我弟弟怎麼樣呢 去把車子開到大殿來 上人還送我媽媽上車喔 我知道我在阿根廷我接到這個電話 我當下我跪下來 我真的是哭了 那我就我很感恩媽媽給我生命 那上人給我慧命啊 對不對 我們的生命是有限 那慧命真的是永續永恆的